自从经历的人生当中 可以说是最大的 包括对自己生命的理解 对世界的整个的刚发 都发生了根本性的颠覆性的变化 如何让人真正获得自由 总的一个大的关卡 心里越来越清楚 当然那时候 但还没有一个名字 从内心里面 好像有一个声音 很清晰地告诉我 它就是人的学问 但具体的内容如何去进行 如何把这个体系把它完善起来 其实我心里那个时候 基本上也不太清楚 后来不久 我就接到了 来自纽西兰一个气功机构的邀请 希望我来纽西兰工作 我那个时候还不能够最终确定 我到底要不要出国 但内心告诉我 你要去 你必须去 去才能成就你想做的事情 才能够成就和发展人学 来服务这个世界 来服务这个世界 当我一下飞机 脚踏上这个国土的土地上的时候 我的内心深处又有一种声音 你到家了 可以开始 让人学全面的诞生 这就是这个地方 这就是我 接下来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使命 以后正好处在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时期 我对英文几乎一窍不通 连二十六个字母还让我去 我认识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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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化的传统中文化 有些学生的学生 我认识完之后 他们回来 我认识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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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员 dull明 我认识完之后 自己认识完之后 一对 在学生的学校 这是她的教组 我认识完之后 我认识完之后 她学续的学校 we ask people how my translation was, one of the students said 70% and Yuanzhi said, that's good enough. I've been doing this interpretation work for more than 20 years and the good thing is I get to connect with the people on heart level as well. 我就是像我一样的 bridge between Yuanzi和学生 我开始在2005年 我初见 Yuanzi 20年了 他很平静的男人 他已经很平静的身份 他完全不平静的 他在一个很外地的地区 他就做了他的事 我大概是六个月后我曾经过 成績 and I was looking for and I was looking for something to help recover and then I saw A big poster up and it was this guy in a really white pristine jacket Like this And I saw Qigong and I looked at the picture and was like Oooh that guy looks like Ynow s a bit freaky but I saw Qigong and said Oh I better go But I remember he would just sit there cross53 With his hands in his lap and he would just 他就能看上台一部的教室 他就会来到一部二次的一班程度 他就会坐在一起 在一部三个比赛时 他就会坐在一起 他就会坐在一起 非常联系 你也会感觉到一部的关系 他就会继续抱着人 你记得在那些早期 他不是很好的 你记得我们的说明 他说明他在回到柔和 有人说出根本来的客家 嘿,我們需要廚師,你來煮給我們嗎? 對,那是吧 來講,我最多只能說這個大廈的最初的,有一個點點基礎的人而已 原來自己可能比較偷懶,也覺得有個差不多的東西 既然有的話可以取代,就不要那麼麻煩了 而拿來走意,通過時間證明 裡面無法相容,無法支持,甚至相互矛盾 當我有了這個念頭以後 又發生一個蠻有趣的事情 在有一次打坐的過程當中,自己已經不見了 自己就是宇宙,宇宙就是自己 那完全是一個無我的狀態 在這個情景當中 突然,員工的九部攻法 他的核心路線,核心的內容,突然出現在我面前 後來有一次,我進入一個特殊狀態當中 在這種情況下,突然自己做起具體的動作出來了 這個動作就是大家現在所熟悉的 員工的第一部攻法,《鐵園》 我是個掩飾者,但是,創造這個功法的,天願這個功法的 是神,有我的神 有我的神,宇宙也有宇宙的精神 也可以稱宇宙之神 但是,如果我僅僅用我的頭腦去建立這個 我相信,我在短時間建立不出來 就是建立出來,也不是這個樣的內容 和他能起到這樣的效用的東西 我心想在我的心裡 他會製造一件很享受的 然後,你以後知道 他會導致這整個新的系統 它真的非常美麗 我再次的 MOI 當我們探納耀,就像上來的開門 一開始的開門 agelime的開門 對的開門 我們就有幾個的雞 當你當中吸收了 很強烈的 我記得,我剛開始當你自己就像拎點 那個感覺 非常有趣。 美麗的系統, 因為它是很圓的, 很完美。 回到更新的系統。 各位同学 早 大家好 今天是咱们活动震盛的进入到第七天 记得我自从教学 班人以来 在这个几十年的时间里面 我在教学习惯当中 在班人的过程当中 就是由人家把各种的问题主动提出来 我们来共同谈讨 有人说有些人确实有很多的困难 痛苦 疾病 残疾 生受疾病的植物 那么我能提供的解决途径 就是练气功 气功 用气治疗 用各种自我调整 从健康 从生活方面的方法来帮助他们 但后来发现 这些人身体可能比较好了 甚至很多病已经治疗好了 但是过不久 好彩是一段时间 多少年以后 那个病有可能会复发了 就算这个病不再复发 其他的方面 经常又出现问题了 而且反反复复 几乎这是个普遍现象 因为我做了 我感觉悲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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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什么 我感觉悲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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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未能复发出 我问他,这些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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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真的想要, 那是很棒,你能帮我帮助这些疼。 他看着我,他说, 你会很感情吗? 我说, 是的。 那么,我就想试图找出一个 根本上把人解决问题, 解决痛苦, 包括解决健康问题的根本途径。 为这比较早的时候,我就越来越了解。 发现了意识以后,就了解它。 意识是生命的主宰,也是气的主宰。 意识不正常、不健康的运用, 它会导致健康出现问题, 也会导致人生方面没有问题, 没有查识问题。 不久我就会发现, 一切的行为, 一切的问题都有一个根源。 这根源就是意识。 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解决方式, 它的途径主要就是让人积极健康地去运用意识, 来帮助自己从根源上来解决问题。 它很顽固地存在,它就在那儿。 而且不是一个,越发现越多。 这些意识背后的存在的这些东西, 我们讲现在它叫意识模式。 后来在自己身上去应用比较多, 努力地用意识去改变意识模式。 我非常地努力, 也非常地辛苦。 也不能说没有效果, 也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从来没有产生过本质性的模式, 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和转化。 从来没有发生过一切模式。 直到后来,我认识到, 我还终于拥有自己的心意以后。 模式,原来很多的那些固定的模式, 自然的,虽然还没有消失, 但是它们的力量自然的解入没有那么强大。 这一切,当我见证了自己以后, 那些模式,从感受上那些似乎一视而空, 所有的都不见了,自动的消除。 很多的模式,那些重大的模式, 它们好像不见了,它们还留有尾巴。 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 还在国内一个小范围的一个教学。 我一开始可能比较着急。 直入根本, 就是要人家去说假话,成就证我。 直接就走这条路线。 结果半个月的过程, 三天,人家走得差不多了。 这对我的震撼很大。 《创世歌山中》我又写到了。 人真正的认识,发现,改变。 它需要一个过程,不能着急。 真正神奇的力量来源于哪里。 接下来,所有的教学都是坚持着, 循序见尽。 这个原则,就像吃饭一样,饭得一口一口地吃, 不能一下子倒进去。 这个一步一步地真正做了二十年。 从二十年,今年开始,我们才开始, 直入根本。 要认清自己的本来的面目, 去除假话,成就中话, 才开始进入到这个阶段。 我认为,当他回来到新西兰, 他准备了一部分人, 但他认为了很多人。 他终于继续学, 我认为,当我们看到他在这种程度上。 他一直在想起来。 他一直在开始。 但现在,我认为, 我认为,我认为, 这种改变了。 和这种改变的改变。 他在作为我们作祈祥 建造那种祈祥的方向 他在改变的方向 他在改变,我们在改变 他在改变这些祈祥的方向 为了回徒 这样也觉得我们需要 从这个以后 让我才能真正了解 原来我们本身 每个人包括我都带有无比强大 无限智慧的 我觉得大家也准备好 而这个时代 这个世界 也不是我们想要的世界的样子 所以从今天开始 人学才开始和大家一起进入胜水区 没有更多的选择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